这次台风海魁似乎是个犹犹豫豫前思后想的主 在高雄都转两次还不够 到了9月5号登陆中国福建省东山县 仅仅隔了一个小时后 又在广东省的饶平县再次登陆 虽然已经是减弱为了热带低气压 但带来的这个狂风豪雨 却让福建省福州市大面积遭殃 其中下辖的福清市更是水漫金山 水漫金山 水漫金山